你 跟我走 去哪儿啊 干嘛去啊 快去 快去快去 带着嘉欣私奔去吧 给王欣少颜色瞧瞧啊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 交给那边的那位先生 就说是 秘密惊喜 拜托了 那位先生吧 对 好 礼物已经送到了 我们走吧 我想看看他拆开礼物时的样子 好吧 但我可不想看到他得意的样子 走了 这支钢笔 安娜竟然买到了 这支钢笔 安娜竟然买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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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像天空的云朵 在哪里 隐情地是属于你无认 是安娜吗 我都要背她放了多少次鸽子了 我也都已经习惯了 我知道她来不了 既然呢 你是安娜的分身 那我有一些话想跟安娜说 也是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我是想告诉安娜 其实我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 而且有了孩子 最开始呢 我是把她当成一个意外人 但是现在 现在我想实现那个小透明的愿望 给她 还有我们的孩子 一个完美的家 是 说出来心里舒服多了 不过你也不是安娜 你就随便听听吧 那我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关心一下我的小透明了 今天呢 也是她的生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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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啊 陈嘉欣 陈嘉欣 真的是你啊 我 我不想让你失望了 对不起 我想让你开心一点 可是 可是我又搞砸了 是我搞砸了 好 生日快乐 陈嘉欣 我也是 生日快乐 谁都说不着明天是这样的天气 只知道 心来 就像间道一 说说吧 你有什么愿望 我都定你时间 不用 能跟你一起庆祝生日 就是我最好的生日离我 不是 你怎么这么胖啊 到了吗 到了啊 手上三 一 二 三 就等我们航航的 又在一起 月之差 像未来 会有多少风雨 谁都说 除了吃饭跟你都好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其他人 但是我看电视剧里面 男主角给女主角过生日的时候 都会来一个人 就让我们好爱 果然套路得人心啊 哦 对了 还有这个 这不是啊 生日快乐 你怎么找到的啊 你怎么找到的啊 迪伦告诉我 你把嫁妆当掉的事情 我就把家门口的典当行 都找一遍 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就当做 吃我的回礼吧 谢谢 陈嘉欣 陈嘉欣 我一定会给你过一个 最特别的生日 哎呀 走了 好啊 太好玩了 这才是过生日 我告诉你 在最后我就睡着了 我发现你们女儿子 都喜欢玩这种东西 这都是我享受玩的 这多好玩呀 说明我还是个少女 我们每个女孩心里都有一个 这样的多大多事情 坐在白马山就可以遇到 白马王子的啊 好啊 那我就是你的王子 那个 陈嘉欣 把你的手给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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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踵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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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骣 我们在 related 心ир Tam 我 我想喝点水 妈 我去找 妈 都怪我 我这白天还见了你 怎么就没有发现你不舒服呢 让你一个人在这儿病了一天 都是我不好 你心里藏了那么多的委屈 你都没有告诉妈 妈怎么会把我自己的担心 告诉你呢 妈 妈想得太简单了 妈想得太简单了 以为你嫁了个好人家 妈 水来了 你放那儿吧 妈有点儿饿了 你跟子珊姐去 给妈买点吃的好吗 然后顺道再去买点生活用品 看妈还需要什么 好 那我马上去 那你先休息一下 我们去了啊 走 妈 那我 水 把水放呢 好 王晓忆 你记得你第一次到我们家吗 你一把躲过我手中的条铸铸 你跟我说你会好好代驾心 结果呢 我到你们家 我发现 你把你前居后的照片 还挂在你们的心房里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妈 简直是我不对 是我错了 你做错的何止这一切 她刚嫁到你们家 你就要跟她签离婚协议 你是把她当作一个伤孩子的工具吗 你 你 你都知道了 王晓忆 你 你不想跟她结婚你就直说 你一个大男人 你做事怎么这么没有担当 她一个女孩子 她作则里怀着你的孩子 你是打算把她伤了 就让她滚蛋吗 妈 对不起 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对 离婚协议处的事 我也打算再跟她商量的 商量 你商量什么 你商量怎么样 把佳琪赶出去是吗 我们三个还要坐下来开个会吗 妈 怎么了 你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就在隔壁 快 先坐下吧 那我们落头还是有点晕 快坐一会儿 好吧 姐 把粥拿出来给妈喝点 妈 那我先出去看看 以后 你要是再害怕 就不要一个人忍着了 你可以跟我说 就像两个人看恐怖电影 两个人一起尖叫 总比一个人吓得半死好吧 在外面 你想装得坚强一些 就坚强一些 想装得酷一点 凶一点 都没关系 但至少回到家 你不用 再强壮了 可以跟我说 不用这么悲伤的回忆 都带着微笑讲 西野 我愿意陪你分担 你的悲伤 至少 好 我们 算是 家人吧 西野 大晚上 干吗要说这种话 因为是你第一次跟我说你的心事 我感觉我们的距离好像拉近了 我们知道彼此的谜 其实我挺害怕的 别怕 有我 我怕的就是你 我怕我习惯了现在的生活 习惯了和你在一起 相信 我想作为小西米的爸爸 和小西米 还有小西米的妈妈 从此过着快乐的生活 你看了我的学员台 小西米妈妈 我们一起 给小西米一个完整的家好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